0306那一张 开启0306 0306这一张 那我因为刚刚已经复制了嘛 我要贴到下面怎么贴呢 其实特别注意啊 这边边是不是有那个 拖拉点对不对 拉宽一点点没关系 编辑 贴上 再移下来 再把这个 点啊 点一下 再拖拉回去吧 在档案 另存新档 就存成0314 这样不就解决了 好那存的位置记得也是 挪中间这边不是有选择工具 对不对 把这个 墾丁国家公园选取起来 这样也可以挪动 所以即使你不会用Photon Impact 也可以解决这一题 但是问题是你不要 Photon Impact也学了 小画家也学了 可是到考场的时候呢 就会在想说 我要用哪一个比较好 就一直想 想半天 到底这个这样做 那样做 结果最后呢 两个都做了 两个都学了 大概两个都做不出来 那就麻烦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练习看看 你小画家 特别注意哦 小画家流程哦 一定要先开启 下面那一张 这一张有没有 先把它 先不要除掉 这一张 先把它选选 复制 下面那一张 复制起来之后再开上面 上面那一张 上面那一张的话呢 就是它开起来之后 就调整它下面的那个 就是它的位置 它的0306嘛 那就把它这个 这个点关键在这里 拖拉 编辑 贴上 贴上以后还可以移动 再来就是把这个 关键就在这里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方法的话呢 很多啦 不只是一个方法 即使你没有安装Photon Impact 也可以你不会也没关系 刚刚Photon Impact 是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种最基本的 但是这个行不通的话 第二种就是开一个新的影像 把它拖拉过来 其实这几种方法都是影像处理 基本的能力 基本能力 好了以后的话呢 我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冯图我教 就不要继续